来看看南加州社区有什么活动资讯 泰武古谣传唱来自台湾屏东县的泰武村 2006年看不懂五线谱的查马克老师 被分配到泰武国小之后 想要教小朋友唱自己排湾族的歌谣 于是开始用土法练钢的方法 持续录下部落齐老唱的古谣后 以字一句教导小朋友反复练习 他在公务员微博的收录下 出钱出力带着这群2009年莫克拉风灾后 家庭被摧毁的孩子们 以歌声保存传统文化 和建立孩子们的自信心 多年来他们用歌声传遍了欧洲亚洲地区 8月底他们来到洛杉矶 8月29号晚上8点 将会在洛杉矶的小东京日美剧场演出 中网电视编辑报导